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 再制裁10名俄罗斯人 同时他还表示 将支持欧洲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我们连线本台驻加拿大记者李威 请他为我们做一个介绍 好的 最新的消息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宣布再制裁10名俄罗斯人 包括俄罗斯的卫生部长和农业部长 今日俄罗斯的主编 普京的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和几位支持普京的电视新闻主播 他们将不能在加拿大开展任何生意 因为他们参与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 同时总理特鲁多还表示 这次制裁将增加对俄罗斯领导层的压力 包括对普京的核心圈子的压力 这是特鲁多3月7日 在英国伦敦的记者会上宣布的 他还向英国首相约翰辛 和荷兰首相鲁特两位领导人表示 加拿大将支持欧洲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 上周 加拿大已经宣布了 禁止进口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 好的 现在把镜头转回给演播室 谢谢大家